我们按照极端公司的预测量是去年双十一的 就是忘记就是高峰时代的三倍以上 目前商家已经铺过了货已经接近了30万个订单 为了应对货量的提前增长 以及即将到来的双十一物流大战 各家快递企业都提前在人员车辆设备等方面做了充足的准备 从人员那块我们目前已经准备了是接近2000余人 然后在整个沈阳那边 那么车辆上我们也增加了是700余台 整个运输的这个室内的车辆 那么在航班这块我们也增加了是一台 增加了在现有两个计算上增加了一架这个48吨的全货机 在业运方面现在已经前期储备了420多元 反正在车辆方面呢 因为我们只有车辆啊 现在是有将近八十多台车 同时呢因为这车辆可能不足 我们又在社会上雇了将近有200多台翅吧 这个车保证我们的运能 快递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今年很多大型商家都会要求消费者提前支付订金 然后根据订金的数量开始生产和备货 在双十一之前就会将货物发到消费者所在城市的前置舱中 这样能够有效提高快递的运送速度 比如我们沈阳的消费者 他在十一月一号做完这种这个那个定金以后 那么商家会根据他所做的货 把货提前的生产和铺到我们沈阳消费者家附近的这种盲点 那么就在十一号零点开始以后 他付完尾款以后 那么早上八九点的时候 消费者就可以及时的收到这个货物 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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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者